我们先来进行的环节是颁发荣耀时刻奖杯 我们先要帮给刘雨昕的第一个是最受微博网友期待舞台 这个是我跟你讲 就是大家在那么多的舞台当中最想看到的是你的舞台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非常重的一个 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大的肯定 最受欢迎女歌手 那这样我们先请雨昕举着奖杯我们拍照好不好 好的来请李一帮我们收一下奖杯 好来镜头在这边 我们因为现在有很多雨伞也在收看直播当中 那我觉得今天因为刚才我们也在讲说 这个奖项的肯定其实是对过往这一年当中 对于雨昕的一个努力的肯定 那今天怎么样 就是得到这个奖项肯定之后 现在内心的感觉如何 首先是非常开心在此来到东方风云榜 然后又收获了这两份荣誉 其实对我来说 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去做音乐和舞台 更加专注专心专业的去在这个这一站去继续的往后走 也希望可以像今天的海风一样去到更远的地方 哇 而且其实今天我们在星光大道也聊了很多 就是雨昕这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有了很多的突破 而且一直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是 一直能够给我一些我意料之外的流雨昕 比如说今天的舞台也是非常的 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看 你觉得如何今天舞台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 我不敢说打分吧 但是我自己是非常的过瘾的 因为我很喜欢live感的氛围 今天现场是非常像音乐节 而且我也一直很期待和在等待 Bong Tim Bong的首秀的舞台 而且我觉得这个歌它其实整个本身那个节奏 那个氛围感都特别适合 live的感觉 对 就很契合 这一首歌也是我循环播放比较多的一首 是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 那其实接下来我就很好奇了 因为已经到了年底了 一般我们说到年底的 我们就要总结今年 展望明年 那接下来雨昕怎么样 有什么样的一些大致的工作的规划吗 接下来再做一个跨越计划 跨是跨过的跨 乐是音乐的乐 会有一些不同的合作 和不同方向的作品 那我能这么理解这个跨吗 就是跨界 crossover 差不多都会有 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会有很多更加让我想不到的 会出现对不对 应该会有 就是现在说我们就欢迎大家开脑洞 对 就是这个跨越会怎么个跨法 然后会跨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值得好好期待一下 好的 非常开心的 第二次光临东方风云宝 对 每次看到罗姨姐都非常非常亲切 真的 因为确实跟罗姨姐很长时间 从去年 去年之前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罗姨姐 是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路走来 就是我看着你 你看着我 大家其实都有蛮多 怎么说成长 但是这个成长呢 又不会觉得说 好像很陌生没有 那种就是很亲近的感觉还是在 对 而且托我同事 给我带问候 我都收到 谢谢 那我们也就再次谢谢雨昕的光临 好 期待你的跨越计划 然后不如我们先约一个 好 明年东方风云榜 再呈现不一样的舞台 好不好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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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跟大家say个hi 说个白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 对雨昕的所有的 不管是她任何时刻的情绪的理解 我觉得也是谢谢大家 能够包容一个完整的刘雨昕 也希望雨昕继续加油 对自己好一点 不要太卷了好不好 太卷了你 什么都会 还有很多要精进的部分 对 这个因为我听到有人开玩笑说 刘雨昕啊不得了 贵州毕加索啊 托尼流啊 对对 这很好嘛 就是一多不压身了 再多学一点东西 好 那就再次谢谢你光临 谢谢 上次休息 谢谢罗姨姐 期待跨越 辛苦 我们一起跨越 好 好的 拜拜了 好 这边休息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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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